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福是一名新兵 他的老爸曾参加过越战 他以参军为荣耀 想要在军营有一番作为 但现在他有些后悔了 教官毫无理由的咒骂贬低 都让他觉得自己毫无人权可言 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 反正无论他做什么都会带来一顿谩骂甚至是毒打 1989年 阿福从新兵训练营转到海军陆战队彭德尔顿训练基地 该基地成立于1942年二战期间 为世界上最好的两棲作战训练营 每年有超过4万名现役军人和2.6万名预备役军人再次培训 阿福被安排在了机连二排 在宿舍内 每一个报道的新兵都有一个特别的欢迎仪式 就是在新兵的小腿上用烙铁烙下一个印记 阿福初来乍到他也未能幸免 但他的力量很大 四五个人一起才能将他制服 老兵们使用胶带将他绑在床前 狠狠的在他右腿上烙下了一个印记 半个小时后 阿福从晕厥中苏醒过来 老兵告诉他 那个烧红的烙铁是假的 他只是一个新兵欢迎仪式 不过 真正的烙印是需要你凭真本事才能获得的 阿福很难适应军营里的生活 他开始假装生病躲起来 塞克斯上师听说阿福很猛 需要四五个人才能将他制服 并邀请阿福来参加他的侦察兵狙击手选拔 他表示 侦察狙击手可是海军陆战队最好的工作 你不要错过哟 阿福三年级的时候吹过小号 塞克斯上师要求很低 能吹就行 让他第二天到训练场给大家吹军号 结果 第二天他却迟到了 塞克斯上师告诉大家 从今以后 阿福将为我们所有人吹起床号 OK 你现在可以吹了 呃 长官 没有号我怎么吹 糟糕 太糟糕了 唉 你用嘴吹吧 下面有请阿福同学为我们演奏一曲 你是我生命中的太阳 塞克斯上师训斥大家 假如我走在山谷里 死亡的阴影笼罩在我身边 但我丝毫不曾畏惧 因为我就是山谷里最凶恶的人 海军陆战队监视与获取目标牌 简称SAT牌 通常他们是以二到三人的小队进行活动 主要目标就是 协助营长在战区前沿定位敌人 通过及时信息采取行动 减少或阻止敌人进入防区 削弱敌军精确打击的能力 训练中 塞克斯上师使用的都是实弹 训练很艰苦 几天下来 有些队员扛不住折磨想要退出去 阿福劝他别站起来 可他就是不听 结果几颗子弹扫在了他的身上 塞克斯上师既痛心又愤怒 让你不听我的话 这没见过这么蠢的 SAT牌招募的队员攻击53人 经过淘汰 最终留下8名队员 观察手 狙击手 观察手 狙击手 阿福成为狙击手 M40A1狙击步枪 是现代狙击步枪的先驱 又被称之为绿色枪王 木质枪托 重枪管 采用5发弹舱式弓弹 出速777米每秒 最大有效射程为800米 据统计 在越战中 每杀死一名士兵需要3.5万发子弹 而到了海湾战争 则需要10万发 在这里 这些子弹的数量 代表的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射出去的 而更多的则是用于训练 1990年8月2日 海湾战争正式打枪 伊拉克三个师越过科威特边境 向科威特发起进攻 经过14个小时战斗 伊拉克大军完全占领科威特首都 随着后续部队源源进入 此时集结在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高达20万人 萨达姆宣称要吞并科威特 并将其化归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 随即 美国便发动了防止伊拉克 入侵沙特阿拉伯的沙漠盾牌防御行动 在车上 有队员就谈论道 你们猜猜伊拉克的武器都是谁给的 哈哈 是我们 刚到军营 大家都还没有安顿好 赛克斯上市便展开了训练 现在开始 穿好防护服 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曾向伊朗投下无数化学武器 致使平民士兵遭受致命打击 到了攻打科威特时 化学武器还会不会使用呢 时间到 55秒 全体阵亡 鉴于你们都已经死了 那么大家就穿着防护服跑步吧 死人肯定是不会嫌累的 其实 在海军陆战队员心里 都是十分渴望尽快战斗的 因为训练枯燥而乏味 况且他们之前在国内已经做了大量的训练 来到战场上竟然还要做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大多数人都很排斥训练 没有目标的射击 喝水撒尿 喝水撒尿 他们实在想不通 赛克斯上市为什么要让我们喝那么多的水 它是不是有肾结石呀 等待 等待 再等待 什么时候才能战斗呀 蝎子 沙漠里最知名的生物之一 兄弟们太无聊 捉两只蝎子足可以燃爆所有人的兴趣 抵达沙漠两个月零二天 美军集结了11.2万人 士兵们在寂寞与煎熬中度过 重读一遍出给老婆或者女友的信 发呆擦枪 讨论生命的意义 探讨各种女人的区别 阿福的女友在他来到战场以后 就跟其他人劈腿了 而在军营 结婚的没结婚的 每天都有人发生这种事 为了在媒体记者面前展示美军的军纪军容 塞克斯上市特意让士兵们穿着防护服 打一场橄榄球比赛 而士兵们的冲突很显然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他向记者们展示 怎样从防护服中吸取水壶里的水 阿福的防护服本来就是个坏的 这令他大为不爽 于是整个小队全部起哄 让塞克斯上市在记者面前难堪 你不是要展示军纪军容吗 好吧 那我们就给你们展示下真正的美国大兵吧 一二三搞起来 喂 别走啊 快回来啊 我们的表演还没结束呢 深夜 塞克斯上市让他们几个人在雨中垒沙袋 现在你们还嗨的起来吗 很好 你们怎么搬上去的就怎么搬下来 我现在要去嗨皮了 来到战区四个月零二天 沙漠中的军队增加至39万人 在海军陆战队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方案 生病了去医疗室 受伤了有医有兵 死了有墓地登机处 如果你疯了 那恭喜你 自由了 圣诞夜 阿福悄悄搞到了将近40斤白酒 SAT牌彻夜狂欢 今夜 本来该轮到他值班的 但他似乎已经忘了 他只是四眼仔帮他盯烧 但四眼仔也有点晕乎乎的 大风吹起 烧着了脸部 而他没有经验的处置 让大火越烧越旺 直到外边爆炸声响起 大家都以为伊拉克大军打过来呢 结果一看 是大火将燃烧弹给点燃了 搞得许多人一脸惊愕 第二天 阿福被塞克斯上市罚喝水 一直喝到他满意为止 你以为在军营就你自己无聊吗 猜一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阿福被罚去清理厕所 在军营 最高效的处理办法 就是添加柴油进行燃烧 你只需要一根脚石棍 一个打火机即可 阿福自从被女友分手后 他的心情就一蹶不振 总想找点刺激的事来做 这一次 刚好赶上圣诞夜时间 私自喝酒并扇了一只手 导致大火直接引爆了照明蛋 他想将所有的怨气 都撒在四眼仔身上 四眼仔自知心中有愧 他吓得浑身哆嗦 渐渐的 阿福情绪越来越暴躁 起来 来 拿着枪 看到没 开枪 开枪呀 你怎么这么怂呢 四眼仔从未经历过如此恐吓 他精神有些恍惚 直到第二天 他的腿都还在打颤 阿福觉得 昨天他的做法确实有些过火 但他依然很不情愿的 向四眼仔道了歉 此时 有一只伊拉克骆驼队 从不远处赶来 队员们纷纷猜测 在他们的黑袍下边 肯定还藏有RPG 要是他们发射化学武器 那咱们就嗝屁了 阿福自告奋勇 独自上前问话 原来骆驼队的骆驼被人杀死了一半 阿福似乎也没有完全听懂阿拉伯语 讲了半天 人家自行离开 在回去的路上 大家感慨 这次还真是没有白来 至少我们见着活的伊拉克人了 弗勒有些暴力倾向 他表示 应该拿点四零打死那些骆驼 因为骆驼的脑袋会被打爆 效果跟烟花一样好看 阿福第一次觉得 这个人是个变态吧 防御基地 塞克斯上师带来一封萨达姆的公开讲话 科威特必须回归伊拉克 而敌人必须血流成河 1991年1月17日 以美国为首的34国联合部队 集结56万兵力 准备实施沙漠风暴行动 按照计划 行动需要进行32天 分四个阶段推进 第一阶段 为期六天的战略轰炸 第二阶段 夺取科威特战区的制空权 第三阶段 迫使在科威特战区的伊拉克军队 战斗力下降50% 第四阶段 进行全面的地面作战 根据预算 仅仅是战前调动部队 就需要300亿美元 而战争打响后 联军每天则要消耗约10亿美元 美国一家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 最后 联盟国家凑足了约700亿美元 来支持这场战争 伊拉克为应对联军 特意集结54万人 采用以防守为主的作战策略 来进行对抗 根据越南战争的教训 联军放弃了逐步增兵的消耗战模式 改为一次性投入决定性力量 压倒式作战 在连续轰炸了37天后 联军对伊拉克的军事设施的迫害程度 达到了四分之三以上 科威特境内的伊拉克力量遭遇重创 阿福来到战场 接到了第一个军事任务 刺杀敌军的军官 他和搭档都是第一次 两人内心无比紧张 而阿福期待已久的射击 也令他格外兴奋 子弹爆头 喷出血物 他不断提醒自己 目标出现 准备就绪 搭档提醒阿福 上级已经下达射击命令 可以开枪 突然从门外窜出个长官 他告诉他们 不必射击了 很快轰炸机将对前方的建筑物 进行覆盖式轰炸 你们准备回去吧 两人都愣了 你说停就停 我们都接到了射击命令 怎么着 你们人多欺负人少啊 搭档情绪很激动 来到战场 我们就这么一个任务 还让你给搅活了 我们在干嘛 你让我们开一枪就那么难吗 阿福询问搭档 战争快结束了 我们还能不能杀死一个敌人 搭档感叹 我也不知道 深夜 两人沿着道路返回大本营 走着走着 却听见有大量嘈杂的声音 他们还以为是遇到了伊拉克大军呢 走近一看 原来是自己人 塞克斯上士告诉他俩 兄弟 战争结束了 尽情的狂欢吧 来到战场大半年 阿福每天除了训练 就剩下无聊了 从来没有机会向敌人开过一枪 而杀敌就更不可能了 和他一样遭遇的还有很多人 来到战场就像是做梦一样 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来了 又莫名其妙的回去了 其实最害怕的还不是在战场上遭遇敌人 而是回去以后别人问的问题 你在战场上杀了几个敌人呀 你有没有受伤啊 敌人长什么样啊 对于没有开枪的士兵而言 这些问题无异于在他身上插刀子 1991年2月28日 海湾战争历时将近7个月宣告结束 伊拉克投入总兵力约65万人 联军总兵力95万人 其中美军将近70万人 联军总计死亡人数290多人 700余人受伤 而伊拉克的死亡人数 则在2.5万人至5万人之间 有超过7.5万人受重伤 这场战争的影响 实际上也加速了苏联解体的步伐 而在战争中使用的高技术武器 也使现代战争发生了重大改变 从而给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埋下了伏笔 好了本期故事已经完结 敬请期待下期精彩内容 下期见